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李潘 欢迎收看央视读书精选春季榜单 我们先来看一看究竟有哪些好书上榜 好书不少 对吗 我们来分享其中的两本科普类的书 一本是由易林出版社出版的美国诗人 安妮伯耶所著的《未死之身一位乳腺癌病人的生死毒白癌》 另一本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外科医生的故事 《打肠癌传》 这两本书我们一看标题就发现它是和癌症相关的 它分别从病患和从大夫的视角描述了疾病 也揭示了现代医学的发展历程 咱们一本一本来读 先说这本 这本书曾经获得过2020年度的普利策奖 那么它出版之后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说起癌症大家都有一种恐惧心理对吗 因为它毕竟是当前最难根治的疾病之一 对于刚刚过完41岁生日的安妮伯耶来说也不例外 它被诊断出患有三阴性乳腺癌 这是乳腺癌中最凶险的一种 那么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呢 它写道 那时我对癌症知之甚少 让我恐惧的并非癌症 本身我的恐惧来自搜索引擎 我害怕当我输入胸部肿块时 电子屏幕会弹出的内容 害怕流传在博客和论坛间的疾病文化 害怕被动变为病人的过程 转移性溢入NUD 自第一天起 我便为自己的这些词语而恐惧 这灾难性的疾病既是一场危机 也是安妮重新思考死亡疾病 性别与社会的一个崭新的契机 和其他单纯记录自己生病过程的回忆录不同的是 这本书呢 它有一种毫不留情的坦诚 写出了他自己患病以及治疗的全过程 还有对美国医疗系统的失望 这本书中说啊 他说失去乳房远不是在癌症之后面临的最大困难 在这个被资本操控的医学宇宙里 所有人的身体都在以利润为中心的轨道上 周而复始地旋转 在我的乳房切除手术结束后 康复病房的驱逐令来得又快又急 护士把我从麻醉中叫醒 并开始替我在出院问卷上填写错误的答案 我在一旁试图向他证明我尚未恢复 却没能成功 我告诉他 我术后的疼痛并没有得到控制 我还没来得及上厕所 也没有获得任何医嘱 我无法站立更别提出院了 而手术中心依然强迫我出院 通过这样的描写 我们不难看出他很克制的这种语言 与他所描写出的那种残酷和愤怒之间的反差 可能也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反差 这本书被评论者们称为是超越体材的作品 也就是说 他与其说是回忆录倒不如说是一本关于乳腺癌的诗话 散文宣言或者说是一本陈思路 因为在这本书中充满了理性 充满了关于疾病 关于生命 关于医疗制度 关于女性 关于社会的哲思 你比如说他书中这样写道 我们孤独却无力建立切断孤独所需的连结 我们过度劳累 却最心于自己的不辞辛苦 自躺在检查台上的那一刻起 病人就已将他的生命交于一张狭窄的答案之床上 如果苦难是一首诗 我希望我的诗 骇人听闻 理直气壮 神秘阴暗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面临着病痛与死亡的威胁 安妮的写作仍然充满了理性 希望和坚韧 她说 我失去了一些神经线力体 失去了昔日容貌 失去了许多记忆与聪明才智 失去了乐观孤寂五至十年的寿命 我发现自己仍是自己 甚至被摧毁成了更强烈的自己 《为死之深》 是一本关于人类存在意义的书 它复写了人类所独具的那些品质 生命的脆弱 却抱持强有力的希望 还有相互之间的那些联系 也是如此的温情 相信读这本书 会激起任何面临疾病的人的共鸣 让所有的病人和未病之人 都会努力去寻找内心的真我 好 读完《为死之深》一位乳腺癌病人的 生死毒白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顾静医生 他是北京大学首纲医院院长 兼任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 书名叫做《外科医生的故事大肠癌传》 我觉得这本书的一大看点就是 他写了很多顾静大夫自己亲历的案例故事 这些案例故事把我们轻松地带入了对于大肠癌的认知 您比如说书中讲了这么一件事 你们知道作为一个医生给自己的同学治病是什么感受吗 两年前先后有两个男同学找到我 因为他们都被诊断出了结肠癌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他们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体育明星 第一位S同学在仙龙潭体育场接受专业训练 个子不高但一身的腱子肉 另外一个A同学当年也是每天充满活力朝气蓬勃 晚年怎么会罹患大肠癌呢 研究生安安仔细分析了他们的生活史 告诉我 老师您这两个老同学青年时代都是体育健将 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后来很少参加运动 事实上运动和大肠癌的关系是近些年来明确的 一项研究发现 持续地主动进行体育运动锻炼 可以显著降低罹患包括截止肠癌在内的疾病的发病风险 另一项只针对大肠癌与运动关系的综合分析研究 回顾了2008年以来已经发表的52项针对大肠癌与体育运动的关系研究 也明确了 经常参加主动的体育活动 可以显著地降低罹患大肠癌的风险 除了运动外 更有效的筛查大肠癌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书中是怎么说的 他说 在大肠癌的诊断中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做纤维结肠镜 因为纤维结肠镜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病理诊断 结肠镜加病理诊断是大肠癌诊断的经标准 而且定期做肠镜的筛查 不仅能够预防大肠癌的发生 早期发现还能够极大的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您看顾敬教授就是以这种生动有趣的语言 列举了他自己亲历的很多案例和故事 给我们读者普及了关于大肠癌的各种知识 同时呢我们也从这些故事中 读到了外科医生们 他们救治患者的医者人心 您知道吗 读完这本书之后 我和我的同事们第一时间都去医院做了肠镜检查 感谢这些科普书的作者们 他们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带来了直接的帮助和影响 我想这也是这一类科普图书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吧 好的 感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央视读书精选春季榜单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望 我们下期望